字母和佛像 宗教對它來說非常重要 甚至是文化的基礎 老窩也稱為遼國 曾經先後被潛羅 越南、日本、法國佔領 到今日仍遺留著很多殖民色彩 不過它也是全球被炸彈轟炸最多的國家 越戰期間被美軍投下超過2億7千萬枚的炸彈 到今日仍遺留著很多殖民色彩 還有很多炸彈還未被引爆 每年都會導致不少死傷事件 雖然如此 老窩依然是一個美麗的佛教國家 有美麗的原始自然風景 亦有可玩的活動 今次行程我先到達永珍 再轉5小時麵包車去到萬榮 最後到達古都龍波邦 這次走訪三個重點城市 帶大家認識老窩 我終於來到老窩最標誌性的建築物 塔聯寺了 雖然不可以進去 但可以在外面看 都非常之禁壁煌 雖然永珍是首都城市 但不像萬谷一樣可以還足3、4天 不過講佛系 佛像它一定夠多 你以為釋迦牙羅尼公園是開玩笑的嗎 在永珍真的有一個 這就是香昆坤寺佛像公園 曹羅那麼輕鬆 這裡肯定是最輕鬆 我身後這座是否很像法國的海船門 是因為老窩以前的法國殖民地 但最特別之處就是它天花板 刻有佛像的圖案 距離永珍北面 五個小時車程的萬榮 近年成為旅遊大熱地點 戶外活動吸引了很多年輕人過來 我們準備入洞了 就是那個洞 水很冷 雖然是坐著大水舖在這裡玩 你看 其實挺累的 因為要拿著繩子 手要很大力 你看這裡多熱 很多酒吧 很多人在這裡享受 其實這個lifestyle也挺爽的 在這裡 說到老窩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龍波邦 這裡結合了西歐和老窩的文化 被列入世界遺產 你看有多少人來 每天在龍波邦最傳統和最神聖的一個習俗 就是一群僧人出來大街上 進行接受信託 布施這個佛教傳統習俗 遊客或當地人都要準備好糯米 又或者其他食物 都會派給這群僧人 老窩的lifestyle果然又有行行 現在才9點多 但是night market呢 準備要關了 在龍波邦裡面有很多餐廳和酒店 可以說是老窩內最享受的倒假地點 在這裡也有藍色的關西瀑布 大家戴相機之餘 也記得戴泳衣來 老窩不會有龐建的高樓大廈 也沒有方便的交通 不過它擁有善良的人民 佛國色彩和原始的鄉郊風景 4月10日起 讀者一定要登記做會員 才可以看洞新聞全部內容 如果你還未登記 你就會看到註冊提示 立即免費登記 盡覽蘋果洞新聞全部精彩內容 蘋果洞新聞 訂閱新世代 立即登記 現在是為了